I believe in souls That I will last to the end Hey 我是伯爵,我是伯爵狗T 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要来听一位非常有争议性的新人 Lomad 诺曼德 他被许多人讽刺为高级复制人 但也有许多人被他高质量的作品所征服 他的存在由如宝可梦里面的百面怪一样 能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并给到你高质量的输出 而今天我们要听的就是来自他的个人首张专辑 自尼赛亚中的 许多人认为是专辑最佳的 Legends Never Die 就让我们来听听看 他到底是负责人还是真的有东西 Legends Never Die 哇,这个画面挺好看的 这段同生采样是上帝我相信你 梦想是用来挥霍的债 还好青春让我恢复的快 I got gospel back on my side 我是遗书从来没有归宿的light 望着天空记忆里面曾经太是灰色 但现在我能看到绽放的晚霞 如果这个世界没得超出我的推测 那就任由泪水划过我的脸颊 我把所有美好捞印在心中 用来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平庸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叫做轻松 每当感到失落我就太早看看星空 I'm still lost, I'll be finding I still go hard, I'll be grounding I still be working, I'm dying, I'm crying, I've lost so many So tell me if it's worth it or not 23, I've been connecting the dots All the scars were making me tough 每天都保证我是个准备 I'm telling you dreams can be contagious I came a long way, I came a long way I came a long way, I came a long way I came a long way, I came a long way I cried through the mud, been making mistakes 我不想再被太多思绪给围绕 我把所有的情绪当肥料 张开双臂,把自己给拥入怀中 我看到了最美的微笑 很脏啊,我觉得它这一段Wars 虽然一开口会给我一种 Kanji Nama的即视感 但基本它整段Wars的编排仪器课程 Full的节奏把控也是十分成熟的 不会让你听得过于沉闷 反而会有一种一直引导着 你继续听的感觉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 已经能够证明 洛曼德在说唱的这个功力上面 是真实有料的 可能比较容易要很诟病的 就是有他人的影子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Music saved my life Now I'm saving yours I need you to hold up Legends never die Legends never die Legends never die Legends will never die Legends will never cry 杀死了过去的自己 MV拍得很好耶 Oh 刚刚开头的时候有一个 No Oh my god It's ok I trust you 就是在开头他表达了 神我相信你 但是最后这一段就变成了 Ok it's alright I trust you 把那个神去掉了 所以这里他买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一开始他是相信神的 直到最后他变成了相信自己 我觉得这个蛮屌的 Ok这首Negends never die 你们觉得怎么样 首先整个MV拍得非常好 画面的审美也非常合我的胃口 然后他当中里面 开头与结尾 他都像是一个婴儿一样 卷缩在那里 有种象征着轮回的感觉 而中间走向人群 再到被一群人嫌弃 也让我想到了当今网络世界上 造神毁神的整个过程 所以整首歌的MV都传递出了一种 生命轮回 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蛮棒的 而关于这首歌 我个人觉得是在制作 以及听感方面都兼具的好作品 编曲中甘情和弦 和唱采样 以及一些电子音色的点缀 很好的为整首歌称起了一种 有空灵感和救赎感的氛围 洛曼德也在说唱与唱腔方面 做到了跟伴奏极度的融合 基本上从听方面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当然对于这首歌的看法 网上大部分人都是在说 内容过于空洞 然后唱法像是其他名人 而关于内容方面 他整首歌的歌词 我觉得都非常的意识流 相当于一位运动员 在训练的时候他说 只要我的速度足够快 寂寞就追不上我 我们作为旁边人 听起来会非常的中恶 非常的非主流 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恰恰这句话对运动员而言 是最贴切他用刻苦的训练 来弯掉生活的凡事的一句话 所以要体会到他这首歌的歌词 可能你要有他类似的抑郁经历 又或者离开家人 远在美国的一些生活经历 可能才会体会到 因为我个人也没有他这种体验 所以我也不懂 而关于模仿这一点 是争议最大的 许多艺术行业 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以模仿为主 无论你是音乐绘画 又或者是视频创作 模仿是你永远要不开的 一个学习途径 而罗曼德的作品 虽然很明显的 受到了各种艺术家的影响 但在质量方面 你必须承认 他是出类拔尖的 所以现在的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懂得取其精华 剩下的就是保持创新和个性 将他人的影响 涌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和表达 只要他在未来做到这一点 他就能有一个刺激的变化 反正我是挺看好他的 毕竟他的底子真的蛮不错的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WeGoT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